我們開始讀《馬泰》二十四章一節開始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 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 會有責任的災難 後來也必沒有任要跳二十九節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 日頭就變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眾星要從天上聚落 天氣都要震動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 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 他們要看見人子 有能力 有大榮耀 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三十八節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 日渴駕取 直到羅雅進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 他們全都衝去 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那時兩個人在田裡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兩個女人推磨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我們看見這個經文 即是由上下文 凡是我們要習慣一個東西 就是由上下文 由那個經文的字去判斷 到底他說的是什麼 什麼時候查經都是這樣的 就不是加自己的意見下去 然後看到聖經 解釋聖經 然後用其他的經文放在一起去看 那這裡首先二十一節 他說那時有大災難 從世界起頭到如今 會有這樣的災難 後來有必沒有 那這裡呢 其實他應有兩次 一次就是在耶路撒冷 主有七十年那次毀滅 然後第二次呢 因為在馬帝二十四章 一次就說到他們將會面臨那個耶路撒冷毀滅 然後第二次就是 因為從頭門號問他 耶穌就是他們問耶穌 因為耶穌說 將來這個聖殿沒有一塊石頭籠在上面 那他們就問耶穌 這件事什麼時候發生 以及你什麼時候回來 耶穌回答的時候 答了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什麼時候發生的聖殿會側位 那個就是主有七十年 但是跟著他後面講的就是世界末日 因為講到兩個人 娶一個撇下一個 天氣要震動 人子的兆頭顯在天上 天上萬俗 主有七十年沒有發生的 所以耶穌回答是回答兩次 那有些人說為什麼回答兩次呢 因為七十年那一次 都可以說是一個世界末日的一個預表 就是一個之前的圖畫 讓人看到世界末日是怎樣 有最後一次 所以這裡講到這個災難 就是之前沒有之後沒有的 是講到世界末日那一次 不過在主有七十年那一次都很慘 世界末日那一次就更加嚴重 所以這裡講到大災難 以後都沒有的 然後二十九節 這些災難一過去之後 日頭就變黑了 先說到沒有用完這些經文 因為太長了 日頭變黑了 月亮不放光了 眾星同天上聚落 天氣都要震動 天氣都要震動 整個天都震動 整個天震動 然後呢 人子的兆頭顯在天上萬俗都要哀哭 所以這個是明顯的降臨 所以這個是明顯的降臨 不是有另一次 因為Scoffield就將耶穌回來講了兩次 一次就是被提那一次 就是耶穌在半空中 去到半空 然後基督徒都消失了 然後他又沒有出現 消失了 但這裏就不是這樣說法 他就說這班人被提了 只剩下非基督徒在地上 但這裏就是說 這些人都在哭了 所以肯定是萬俗都要受審判了 然後他們就看見 人子有能力有大榮 要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然後三十八節就跳到後面那裏 亦都說到用洪水比喻 他說洪水之前 人照上是學駕取 到羅雅進方舟那天 不知不覺洪水一來 就將它全部衝走 人子降臨都是這樣 就衝走 然後他就說那時候 他就用羅雅方舟的日子 他們全部衝走 然後形容將來就是怎樣 洪水的日子是代表什麼日子 洪水的日子代表神的什麼作為 審判 所以將來怎樣呢 兩個人拿走一個 在田的拿走一個 在福記拿走一個 這是一個比喻 就是說有些人得救 有些人得救 所以很明顯 我就不喜歡用災難後 我就是耶穌回來那陣被提 災難後好像還有個時間 直接耶穌回來那陣 他就將人衝一身提示了上去 將它分開 那你們大家看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很明顯 其實都是講到耶穌回來那陣 就是災難基督徒被提 而不是災難前或災難中 其實這個觀念都是我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教授 希臘文教授 他說我看聖經這麼久 我都不看到聖經有支持災難前秘提 那時候我很相信災難前秘提 因為我沒有詳細去查 我只是看了一些書 我只看了一些書 我以為就是這樣 我就沒有去查 但當教授講完我就去查 查完後 我發現原來聖經都不是這樣說的 那時候我在其中的宗派 我都在那裏有侍奉 那宗派就相信災難前秘提 但是在他們的聖經學院的學 他找不出那些經文支持 有一個神學生走來運學 他說災難前秘提有沒有聖經支持 那我就告訴你 雖然我在一個宗派裏面有侍奉 但我是不支持他這個信任 因為我發現世界上 沒有一個宗派真的完美 那時候我還在一個宗派裏面 有時候有些宗派 他有他的好地方 也有他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跟了一個教導 而他們沒有分辨 其實你看他的經文 會不會覺得很明顯 是不是很明顯 即是不在災難前秘提 即是完全沒有這種信息 其實啟示錄很清楚 不是災難前的 即是啟示錄 整卷書 但是頭十多張 很明顯是說 這個圖裏面對災難的 即是很清楚說到 OK 還有這些文字 是 我想問羅雅的問題 其實羅雅都是經過虎難 羅雅建了一百年 一個方舟 然後入一個方舟 還在洪水上面走走 其實他都要經過苦難 其實羅雅這個比喻都好 都是災後 他都要經歷苦難 羅雅不是不用經歷苦難 但是他們那時候是很大災難的 那些人有什麼可以災難嗎 那裡不可以作為一個比較 那裡只是說 你只能說 所有人都有災難 就算得救的人都可以有災難 他一百年 讀了一百年 然後上方舟 又起了洪水 他也有浸過 他也有浸死 他也有苦難 他也有苦難 你有沒有去過馬灣的樓下方舟 看過那隻方舟 你可以想像 一個人和三個兒子 最多連老婆都夾在一起 十八個人去建那隻船 那些板 有一塊塊 那些圖畫在裡面有顯示 一塊塊那些板 你想想那些長板 一塊塊 那怎麼來的呢 他們不是買板 是棵樹那裡 那時候沒有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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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找什麼做呢 找一些石 怎樣切呢 那些木 就不像我們那樣 我們那些是機切的 機切一塊塊薄的 他們呢 就會是 可能一塊塊木 將它砌在一起 不是一塊塊木 是一塊塊木 但是都是很大工程 鋸一棵樹都很困難 你可以想像 八個人 起那隻船 我看到 哇 真的很難以想像 你說沒有釘 沒有釘 入水那些沒有釘 就是沒有釘 但是它怎麼做筍呢 怎麼琴 怎麼陷呢 沒有釘 還有怎麼做筍呢 就是你做筍才有陷 做筍呢 我們用的機器 容易做 但是它沒有 它用石的 都是很困難的 不過神會教它怎麼做的 的確真的很困難 是很困難的 OK 大家想說一下 你們對於 這個 其實 我對於覺得 這件事 我們為什麼要教導呢 第一就是 就是 到將來的日子 我們站在找 第二就是 需要很多基督徒 能夠在那個時候 作美好的見證 所以我就會宣告這個訊息 然後將它廣播 讓多些人可以聽到這個訊息 很多人陪你 等於打仗 我爸經過打仗 都差不多 日軍的時候差不多 都差不多 但是這個 會很不同 那時候 可能單獨 要做結證 那時候 整班人 就是 這個 很困難 就是因為 它主要是這樣 你只要打仗 你會找到 有水 有食物 有方法 但是 在這個末後的日子 水又會變血 但是神會不會 那時候 因為馬可福音十六章 那裡有講一件事 又學了什麼毒物 又不受害 所以那時候 可能我們喝的血又沒事 那些人喝了就死了 我們喝了就沒事了 就是 到底 是什麼發生呢 我們不知道 最主要是那個 心態 我在初訊的時候 我看了一本書 叫為主受苦 是 中國信徒 語刊 寄出的 那他就說 你們可以 要求這本書寄 那我就 我就寄了奉獻去 我就要求我想 收到這本書 那他就寄了給我 那他裡面就說到 不同的國家有的 就是為主受苦 那時候我已經有這個意念 如果有一天 真的有用槍指著我 你信耶穌 我就會殺死你了 我會怎麼做呢 那時候我已經 心想著 如果真的有這個日子 我也要堅信耶穌 就是我在初訊的時候 我已經有這個心 因為我覺得 有神是最重要 神是最偉大的 有神一切都有 所以我 那時候我已經開始 面對這件事 而後來我 就是看過很多的 那些 影片 講訊息 啊 譬如那些人講 啊 總之那些 恐怖分子 那些恐怖方法 怎樣殺一個人 他不是一下殺一個人 一下殺一個人 就是 恩典 因為很快手 他們是 我現在不形容 因為 不想你們 只聽到這些事情 他是會用很長的時間 但等你受苦很久 但是我的心就是想 神啊 你總有方法 因為神是得性的那個 就是看聖經 看到神是得性的那個 這些一切在神的掌管之下 所以神一定有方法 我的心就是堅信 神到時也會 他用方法 那些真信 就算很軟弱 神也會跟他說話 我跟你一起 你不用怕 我陪著你 我給力量力 我紀念你 我會跟你一起 他們都會用神跡歧視 那時候 可能很多真的基督徒 都會經歷到神跡 他們就會 就是 信信 還有在祈禱 有力量 那他們在祈禱 哇 同一身有力量 他可能信心就會加憎 我們現在就隨時可以 經歷聖靈的人 可以隨時經歷這件事 大家會不會有一種 就是心態 這都要時間的 可能不是一次過 我下次會更加詳細 會說到 撒旦要篩我們 好像篩脈子一樣 我們怎樣篩 他怎樣篩 我們怎樣面對不同的問題 內面的問題 周圍的問題 基督徒的問題 敵基督的問題 怎樣面對 在初期教會 他們差不多信主 有些預備信徒 因為真的有些基督徒 就捉了去獅子坑 是很嚴重 在希伯雷書有說到 有些把羊皮黏在基督徒身上 就把羊皮疼出來 咬它 這樣 我們求主 加我們力量 倒不用擔心 我可怕 倒不用擔心 隨意 我可怕 詞曲